我后面是四大官邸庙之一的东山官邸庙 还是台湾千座官邸庙的湘元祖庙 说真的 官邸爷当年可能有没有想到 千年之后要来到福建上班 但是没办法呀 谁叫这么多人喜欢他呀 对了 这里边同时供奉着两尊官宇神像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官邸工作繁忙 出差呢动辄就要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 而信正来到庙里见不到官公可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一个在家守着 一个出门办公 两部单物 东山官邸庙也称为是五庙 明洪武二十年建的 既保留了明清时代的风格 又保留了很浓重的闽南建筑特色 庙门虽然不大 但是气势非凡 屋顶成员飞凤 屋脊上有蛟龙西浪 赫路同春 凤凰展翅 在这一个人口二十几万的小县城呢 至少保守估计得有两万户官邸神像 那家家户户都供着呢 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在香火鼎盛的观岳庙 岳飞连个塑像都没有 只有一块木牌 在众多版本之一 其中一个说 清朝呢是女真人的后代 他们不喜欢抗金的岳飞 所以就没有让岳飞进五庙 而后来在民国三年 满清早已被推翻 孙中山先生说 岳飞是英雄 我们一定要多祭祀一个岳飞 从此观地庙 改成了观岳庙 至于说为什么是木牌呢 其实当时要请进庙里的时候 宿过非常多的神像 但是每每进庙门的时候 都裂开了 反反复复非常多次 就想起来 可能是因为岳飞曾说过 死也不尽 金人朝堂 那当时请示了孙中山先生后 说那就用木牌吧 所以这座庙里没有岳飞的塑像 只有一块神牌